今天呢 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店里面的情况 今天是一个台风天 下午呢据说下午两点到晚上 台风要在我们温岭到那个什么宁波这一带 要登陆 到现在呢好像也还行 风不是特别大 估计下午会开始大 大家呢注意防台 防台门窗都关好 然后我们今天呢这个台风天我们还接了两台车 其中一台呢就是这台宝马X3 这客户呢大概一周左右吧 应该五六天有了 那我这边呢实地到我们店里面看过 他是我一个粉丝 然后呢看了我蛮多视频的觉得还是比较靠谱 所以到店里面实地勘察一下 对所以说大家要贴膜呢 最好都到店里面去实地勘察一下 这个店规模怎么样啊 施工人员怎么样啊 对啊包括其他东西都可以上门呢 看一下啊看一下了解的更多 当时来我们店里的时候呢 其实他车都还没选好 到底选X3的高配呢还是选中配啊 还不确定我们当时还在这里讨论 因为高配跟中配插了一个台选 还有一个ACC啊 我建议他是选高配的 但他最终呢今天来的时候他选了中配 他说因为高配的那台车呢是库存车啊 所以说呢可能心里会有点不是不是很那个啊 大家懂的啊 这台车呢全车选择车衣跟那个玻璃膜啊 施工这两个项目 现在呢还轮不到这台车施工啊 先排着 然后这边工位上呢还有三台车 还有三台车 比较巧的是三台车全部是贴改色的啊 这台是大众的上裤上裤啊 贴这个什么蓝色 对 然后这边这边两台车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啊 两台车完全不认识的情况下呢 一台宾利天悦 一台莱姆基尼的EVO 选择同款颜色啊 都选的是这个新带子啊 这个新带子 对 然后呢车主是一男一女啊 车主是一男一女啊 对 然后现在就在这里装贴这个改色膜啊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两台车呢 全部都是原车就贴过车衣的啊 这台车之前在我们这边贴的啊 那台车呢应该是在杭州那边贴的啊 对 然后现在车衣外面呢再加改色膜啊 车衣外面加改色膜这个事情呢 我上次记得是那个718那台车啊 讲到那个大家可以去翻一下视频看一下啊 就是很多人有疑问那台车到底是是不是改色膜太差 还是车衣的原因啊 我自己认为呢它是因为是车衣太差啊 因为它有两款不同的车衣贴的啊 差一点那个车衣它上面留那个改色膜底下那个倒气槽的网纹 同样同一台车上还有一部分的车衣呢 它没有留啊 实际的店里面的车呢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因为当时温州的有一个同行他就特地问我 他说自己遇到蛮多这种问题 所以说很多贴了车衣的车主有这个贴改色膜的需求 他就不推荐啊 那我说我遇到的比较少啊 这台呢是我们师傅的车啊 我们店里其实很多各个品牌呢 他们会送一些样品啊 怎么样拿过来想让我们做他们产品 然后呢会给一些样品来贴 然后呢很多师傅的车呢就拿来打样了 打样了啊 这台车呢有很多可能有好几个品牌的车衣贴在上面的啊 但最后他拿那个改色膜给贴了 因为里面也有发黄的啊 对吧颜色不一样的啊 他这台车呢就是上面里面贴了车衣 然后外面呢贴一层改色膜啊 改色膜上面呢 他也是有这种网纹的啊 然后你可以看我们湿一点起来之后呢 他这个里面这个颜色呢是比较黄的啊 用这里比一下是比较黄的啊 所以说这个我们呃 即使贴了什么膜呢 我们都会有记录的啊 所以说这种膜呢我们就不能用啊 不能用对 所以在我们这里呃 最终能让我们用的这个膜呢 肯定是经过我们长时间测试啊 测试的实测测试才最后选择的啊 没指甲撕都撕不出来 你可以看到啊 贴了车衣改色膜 这种情况我们是真没遇到过 可以看到上面是没有这种网纹的 而且是光滑的啊 上次那个就是已经是黏糊糊了 对吧 那个已经是黏糊糊了 是吧 就非常的好湿 它不会留任何的胶的一般 但是你如果贴漆面上面呢 就有很多大概率会留胶了啊 大概率会有 留部分的胶肯定会有 但是贴车衣上面贴改色 没毛病啊 所以说上次问我们那家门店呢 呃 大概率可能是因为你那个 呃 车衣的问题 车衣的问题啊 呃 改色膜 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啊 就这种网格的啊 就上面就没有没有留任何的这种网格状了 对 虽然它这个已经黄成这样了 黄成这样 里面 里面这样 外面这样 对 对 所以这个视频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上次有部分同行 包括那个车主有一些疑问啊 就是车衣外面呢 贴改色膜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呢 后续撕改色膜的时候会更加方便 更加好吃啊 至于什么 撕了改色膜里面有什么这种 像上次718那种情况的话 百分百是你原来的车衣太差 啊 没有其他原因 好吧 对 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啊 分享这个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啊 看又要费一张改色膜